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给了我在朝中博弈需要的一切 还有瓦子的计划 也是他告诉我的 瓦子和亲 却不单纯 你欠我鲁莽行尸 我凭什么相信现在的你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就在佳人公主的梳妆盒里 有一锦囊 锦囊里有一地图 那地图上画的是瓦子到姓明的光甲 你若不信派人去查 一阵通关路加图 有什么可怀疑的 瓦子使团 通往京城 多有正规文书 为何要躲避光甲 那张地图出现在使团内部 绝非正常 小小瓦子 有何可见 这些年你折服朝中拉拢 各方势力 为的就是得到父皇青睐 如今 你想要的那些你都得到了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请你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 放过我了 我定待他远离是非 以轻埋名 就这么简单 对了 还请你帮我找一本画子 这是他最后光压的东西 交给你了 这是什么 当初韩长公被搜查 什么也没给他留下 这本画册归到书信里面 被冲入了刑部作为罪证 他帮我走到了如今的位置上 却只要了这一个破破烂烂的画册 小贾 你 你刚刚 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光 是个叫洛人贾能律的号 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幻衣女 却总是无法无天 脑子里面经是一些吸睛不断的 我从未见过她 但我却感觉很熟悉 一直想见见你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她走了 而且不知道她有什么通天的本位 能让所有人都忘了她 也包括我 但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忘了她 第一个女孩 她在那里 她们在那里 我还没有让她 她在那里 她去哪里 也就是她 她在那边 她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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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传照天下 这一次 我终于有忙地带你出去 十一殿下 以后 若没有旁人的话 你一口有个殿下 叫个十一吧 好 不是说了吗 没有不好人的时候 叫我十一 你走吧 四个在等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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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主 到了 为之告退 撤 撤 听说死天下对我故事的结局 好像不是很满意啊 当公子的结局确实惨 看似跟每位姑娘都有信任 但最封的都已经修成正果 只比我病人 要是虚而快 让前面恨子 不是没有恨子 算公子小的欣人之福 也是每一个男人都陷入你 非有利 三千入手之举 你 昨夜醒着 昨夜风 晚楼西畔 贵唐东 身无彩风 双飞翼 心有灵犀 一点痛 一点痛 双飞翼 双飞翼 我终于找到你了 去 去你了 以后 那帮我饭 嗯 你 醒了 离这儿最近的城镇 便是寂寞 我打算在那里歇脚 那你之后计划干什么 找一个 偏僻的地方 远离皇城 远离瓦兹 远离所有的是非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闲来无事之时 读书隐扎 平平淡淡 过完此生 殿下 公主 小宝我 就喜欢跟你们在一起 我们到了 不是 只有两位故人 随我去看看 是 这个荷包 是我当时在寒庄宫找到的 如今 也算是无归原住了 他们姐弟俩总算是团聚了 师父走时未能风光暗躁 如今我也只能尽力而为 至少要让他们葬在一起 这儿虽然是偏荒地 但是很安静 风景也很好 他们生前未能得偿所愿 瑜伽所受冤屈 我会追查下去 我这一去不知何时那么贵 来跟你们好好道个别 当时的我过意天真 一心只想着将你送到大哥身边 保护你周全 另外我还想着能早日与徐又正有个了断 能带着你去封地享受平安顺遂的生活 怪我思虑不重 害了心儿抗难 我记得当时 在牢里的时候 我还因为你来看吴子欣 以为你不管不过我的死祸 而难过了 现在想起来 真是如梦霓裸 我曾对你也有够怀疑 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 我早就原谅你了 掌柜的 还有房吗 这客房多得是啊 您要几间房 三间 我要一间 一间 一间我们怎么睡啊 当然是夫人与我同处 那 那我呢 你睡马车 好好好嘞 小二 来了 快带姐妹客官上楼看房 好的好的 那里边请 多谢 姐妹 这边走 公 公子 姐妹 我又不是生 生口有脾气的好不好 不 不 赵真一啊 我这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呀 我觉得挺好的呀 不行 我嫌弃我自己 我不嫌弃 我要去洗个澡 你呀 不许偷看 我这一路也周车劳顿 我们一起洗 我自己来 我 真的是好久都没有洗过这么完美的热水澡了 这水还合适吗 当然合适了 合适 激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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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飞出去了 我还有洗澡 你去外面等我好不好 好 你的手绢 若有事 夫人再喊我 我 你突然出来干吗 我是来提醒你的 你呢 有一个好友的来信 我去给你拿信息 朋友 快递小哥 查收你的信息 陆然然 你知不知道你最近在干什么 我得提醒你 现在我们就差解开真爱线索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限时时间只剩下四个小时了 再这样下去 王晨懿和小云可就真的危险了 你给我清醒一点 别的信息是没有了 就这一条给你带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时间紧迫 后面的关键词可怎么办呀 我一会儿呢 要买胭脂 要买衣服 还要买新包 你怎么了 没事 是不是我们已经没钱了 你又不好意思告诉我 不是 你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 你都不愿意给小宝多开间房 多虑了 养你足够了 那我就放心地去买买买了啊 嗯 公子 买簪子吗 送谁呀 送我家夫人 您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挺好 我觉得这个挺好 怎么 你就这么想牵我的手 我没有啊 我是想去买核灯而已 嗯 嗯 怎么了 我怕你掉下去 这儿水这么浅 我难不成会淹死在里面 放心吧 之前的湖水也很浅 可是你掉下去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找到你 我答应你 以后 我不会把你一个人 再丢在这儿了 你了 对呀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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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了 你了 老板 再帮我多开一间房 好嘞 客官 这下好了 您干吗 夫人不是说 要做情侣该做的事情吗 我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 你又逗我 放心吧 在没有娶你之前 我是不会预举的 我可没那么想 不对 你到现在都解不开 这个障碍线索 难道是因为 我跟赵诚 没有 想什么呢 我刚刚想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 预举那么一点点 你最近怎么老这么看着我 我们分开了那么久 想多看看你 那 我离开的那个日子里 你一定很想我吧 我特别恨你 因为你离开我的时候 我觉得你骗了我 但当我拿起笔的时候 验制笔墨揭实你 当我望向天空时 日月星辰皆是你 亚当 我怕我们吊你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 我不会让你伤心和难过了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当初为什么离开我吗 算了 一件事 怎么不成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晨月 这个甘蔗丝 难道昨天晚上背着我 不行 我要去看看 你回来了 今日我看到有人卖花灯 可惜没有你喜欢的那一盏 我就按照自己的印象 画了一支图灯 交给店家 让他赶出来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我想满足夫人的每一个愿望 这个应是情侣之间该做的吧 只不过是有点可惜 不知道那个花灯的灯泥是什么 一块丝帕打一首诗 是什么诗啊 是相思 不写情词 不写诗 一方素怕 寄相思 郎君着意 翻覆改 横也思来 数也思 是 有人 不要再离开我了 好吗 嗯 翻嘴 interes 客官 昨日住得客好啊 掌柜 你这儿哪儿都好 就这隔音哪 不太好 谢谢客官 小宝 昨天我们有买这么多东西吗 昨日姑娘是没买什么东西 不过公子嘱咐我买了不少东西 这 这都是些什么呀 我们把垫子换成了那个绸缎的 这是木板铺的那个地毯 前面放上桌子 摆着熏香和糕点 公子说了 虽然咱们家穷啊 但是这一路再哭也不能哭了夫人 吃得用的用最好的 公子 你先去忙嘛 好 你真是小心眼 我昨天只不过是提了一嘴 你就买了那么多东西啊 我这不是小心眼 我只是把夫人的话 句句放在心上 走吧 没事吧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奉大王之命 先来保护家人公主 你放心 谁要交出家人公主 我们不会动手办 全是婉子的人 如果不配合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童童住手 家人公主 这次我能从心明离开 多亏了这二位的帮助 跟你们走也可以 但是必须把他们两个人带上 这一路 你们要保护我们的安全 既然是公主的救命恩人 那自然也是我们瓦子的 贵人 这儿突然间出来一只兵马 让我们的兵马一退再退 现在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大王 新明派十一皇子 带领了一对兵马 从梁州城绕至我们的后方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死伤大半 逼得我们只能暂退养和 这新明的十一皇子 年纪轻轻 怎么会有如此的臣服 如今塞外城堡皆已失陷 大王 我们该如何是好 报 大王 派去寻找家人公主的人马 已经回来了 家人 快 带他来见本王 是 公主的随行人员 是新明的四皇子 家人 大哥 家人 还好你平安无事 之前新明传言 你在狱中身亡 我就不信 幸好你平安回来了 大哥 这两位是我新明的兄弟 我能一路平安回来 多亏了他们两个 不过也是因此 他们两个人也得罪了新明 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我请求大哥 能不能把他们两位留下 所以我请求大哥 我能一路平安回来 新鸣的人 这 大王 既然是家人的救命恩人 那也是我们瓦子的人 我们的贵客 当然可以留在这里 这一路路途颠簸 你们辛苦了 先回去休息 明晚本王给你们好好捡苦 多谢大哥 多谢大王 多谢大王 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我们跟新鸣正在开战 身边留一个新鸣的人 实在是危险 况且 他跟家人走得还那么近 万一我们的消息 大王 您不必如此紧张 我劝您答应下来 自然也是考虑过的 大王您可知道 跟随家人公主 一起回来的是什么人 何人 家人公主 行刺新鸣皇帝 被打入大牢 竟能毫发无伤 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又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份 能够使家人公主 全身而退呢 是十一皇子 自己放走了家人 家人公主一走 新鸣就传来 十一皇妃暴毙的消息 想必此人一定是和 十一皇子里应外合 并且 二人的关系 非常信赖彼此 习你这么说 他也是新鸣皇室 臣的手下多年前出使新鸣时 曾经见过四皇子 他确认 这次与公主同行回来的 正是四皇子赵臣仪 这四皇子消失多年 怎么突然跟家人 大王 不论他是不是四皇子 他既然愿意和十一皇子联手 一起救家人公主 说明家人公主 对他们十分重要 这难道对我们不是好消息吗 石先生 你的意思是 既然 这个四皇子自己送上门来 不如 我们就将计就计 利用这个四皇子 高垮新鸣的军心 明天的晚宴上 大王不妨加意 将家人公主下嫁于他 试探下二人的反应 我们先做还兵之计 您觉得如何 好啊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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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要了 大王不妨加意 你跑到大王不妨加意 浴血奋战 劳苦功高 这二来 是为了家人能够平安回来 实属幸事啊 是啊是啊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恭喜大王 家人 此乡为了报父亲战死之仇 为了我们瓦子的大忌 补古安危 自愿和亲 本王十分感动啊 想来这么多年 对你亏欠甚多 如今和亲失败 还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 这位公子虽然是新明的人 但是却愿意一路 护送家人回来 聪明果敢 是我们瓦子的大恩人哪 是 是 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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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瓦子不同于新明 结个婚没有那么多讲究 在意的是两个人的心意 趁今日高兴 本王替你做主 将你许配给这位公子如何 好 是啊 好 好 好 你是一种大型的 这四十八配 坦克 怎么 你难道不愿意 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的喜好 本王还是知道的 你的眼神 今晚一直没离开过他 你喜欢他 你以为本王不知道 真爱线索再不解开 王辰医和小云就真的危险了 我到现在也未能解开 辰医的真爱线索 会不会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为父亲呢 怎么样 我愿意 好 好 好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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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夕可贺啊 公主 我就托付给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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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 我敬你们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啊 恭喜我儿子的大喜事啊 没错啊 是啊 干嘛 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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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知道公主在想什么 这个洛言如此操办婚礼 我们还走得了吗 怎么了 此事绝非如此简单 刚刚那位石先生 他身边那个人 就是在比武大会 他与吉官 皆为使节之意 糟了 他肯定见过你 怕是他们早就知晓我的身份了 他们想干嘛 待我与丫头礼成时 他们便以我为之 挑战新鸣 届时 再放出消息 说我叛逃瓦兹 此消息一出 必定扰乱 新鸣军心 马自然看着忠厚老实 背地里就是那么多心思 去把桌子上的包裹拿来 是 殿下 您早有准备啊 我们今晚就去看看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大王 我们的探子来了消息 新鸣大军 从大同一路北上 接连获胜 先因粮草不足 现在他们计划 一部分兵力 从居庸关回京 天赐良机 大王 我们现在只要将兵力 埋伏在居庸关 便可狠狠地瓦解他们的兵力 快快通知下去 让大军随时待命 准备拔营 是 只怕 我们可以调动的兵力 实在是太少了 大王 您忘了 我们还有秘密武器 嗯 嗯 这是什么时候拿回来的 公主到达新鸣后 这批火虫跟着部分神神回来的 一共八百只 新鸣的那位首府大人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价格 那家人的婚礼怎么办 公主很可能 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毕竟新鸣的四皇子 失踪了多年 我们可以先把他控制起来 用他去和十一皇子谈条件 如果十一皇子答应 我们便可兵不屑刃地拿下菊庸官 如果他不答应 我们刚好试试这批火虫的威力 你将小许告诉十一 需要阵构金瓦子贩卖火虫 菊庸官意 绝非简单 快去 可是 去 谁 何人 站住 带走 走 原来是四皇子啊 我的好妹夫 你不在自己的营长里好好待着 跑本王这里做什么 我看今天夜色很好 出来看看风景 你这理由确实没有说服力啊 新鸣四皇子 您什么景色没见识过呀 四皇子是何人 我不识的 没关系 不管你认不认 你都必须得识 四皇子 走 突然心里慌慌的是这么回事 总觉得有事发生 不能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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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杀了 杀了他 是不能扰着他 走啊 你一定要杀了快啊 来人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公主 今日我们战事吃紧 夜里常常会有士兵演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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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跟我说实话 外面到底怎么了 那个新鸣来的公子 偷听大王的机密 已经被大王关押起来了 什么呀 公主 公主 让开 我要出去 公主想要去哪儿 拦我是吧 门都不让我出了 大王嘱咐我们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不能放你出去 你还是在这儿安心待着吧 让开 公主 上开 公主 公主 不要 阿妩 你认识我 你认识我 阿妩 门元阁的火 是不是你放了 四皇子告诉你的 对对对啊 那你是家人公主吗 她不是须有证的屋下吗 怎么在这儿 我是 你来干嘛 我是根据四皇子提供的线索 一路追查到瓦子内部 一直折服到你们回来 然后我刚刚听说 四皇子被关起来了 赵晨夷真的被抓了 对 听说是 发现了大王和徐有证勾结的证据 徐有证这个狗贼 果然是他通敌卖国 赵晨夷是被冤枉的 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 别犹豫 快带我去 好歹我是个公主能帮上你 快走啊